加一块的鱼肉 然后加一个芦璇 然后给它卷起来 卷完以后 怎么办呢 卷完以后呢 用这个牙签 给它固定一下 牙签后每个家庭你都会有 所以这时候它可以发挥它的作用 给固定一下 让它不要松口 然后这个呢 这个培根卷就做好了 好的 好了我们这个培根卷都已经卷好了 下一步的操作是要怎样 这个用找一个平底锅 把它煎熟就好了 进行一个煎制的过程 对对对 好那你到这来 好 先要把锅给热上 锅热上 然后加一些的油 这个油量也不用太多 对油呢 这个锅底 沾上油就好了 那接下来呢 这个 鱼肉培根准的就可以下锅了 好 不用太高的油温 油温不要太高 嗯 给它慢慢的 煎炙一下 那所有原料 因为区间都已经入味了 对 所以这一步只要煎制好 掌握好这个火口 是不是很重要 对那开始呢 这个用大火 然后接下来呢 改成中火 改成中火 然后让它慢慢的煎 因为这个培根呢 在表面它比较容易熟 那这个鱼呢 这个成熟呢 就比较慢一点 嗯 那所以这个要多煎一会 好 像这外面这层的培根 已经稍微有一点收紧了 好 对 已经煎炙完之后 对 接下来呢 可以给它煌一面 好 然后筷子帮助的煎一个做 如果油温 觉得这个油温高了 嗯 你还可以把火关掉 用这个油温 然后呢 让它这个热床地成熟 好 嗯 那这个 现在油温稍微降下来了 那就给 再给它这个 点上火 嗯 那还是使用这种 使用中小火 好 继续用这个中小火煎去一会儿 嗯 然后这样子的话 再煎一会儿 那接下来呢 我教来看一下 怎么看鱼肉会熟 好 然后取一根的牙签 好 然后取一根牙签的话呢 这个 朝这个鱼肉 这个位置来擦进去 轻轻地擦进去 嗯 如果就是什么呢 你轻轻地擦进去 然后很容易擦过去了 然后 不要用什么铃签就可以拔起来了 嗯 那就说明了这个鱼肉的差不多要熟了 好 鱼肉呢 如果没有熟 牙签再创过去 就很会劲 好 而且也不容易拔出来 对 嗯 然后这个现在呢 然后这个现在呢 就好了 可以装起来了 好 我们的鱼肉培根卷已经出锅了 今天推荐这个鱼肉培根卷的真的是非常的香 相信你的邻居闻到这个香味呢 都会跑过来想要尝试一下了 其实这个培根和芦笋的搭配呢 很多人会直接来炒制它 这样非常简单 但是如果您尝试一下 用我们今天这个方法呢 它会很有造型感 而且呢非常的诱人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鱼肉培根卷的制作方法 鱼肉培根卷所需要的原料有 地鱼肉 培根 卤笋 生姜 生粉 调料有 盐 鸡粉 胡椒粉 白糖 料酒 制作方法是 鱼肉切成细长条 加入盐 鸡粉 胡椒粉等所有调料 以及生姜腌制 再加入生粉抓匀 利用培根卷起腌好的鱼肉和卤筋 鲁笋 利用牙签固定 热锅热油 入培根卷 煎至两面金黄 即可起锅 健康小提示 鱼肉含有丰富的美元素 对心血管系统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有利于预防高血压 心肌梗死等心血管疾病 食用鱼肉 对孕妇胎动不安 妊娠性水肿 也有很好的疗效 除此之外 儿童经常食用鱼肉 其生长发育比较快 距离的发展也比较好 建议妈妈们可以多为宝宝 做上一些鱼肉相关的菜肴 今天这道菜肴可以说原料非常的简单 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但是就煎制上面 还是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那请行文老师再给我们交代一下 这个最关键就是在煎的时候 就要让它煎香煎熟 这是最关键的 好 煎香煎熟 大厨将您家常菜 窍门一点就明白 窍门已经交给电视机前您了 剩下的时间呢 就是您回家尝试一下 这个鱼肉培根卷 谢谢行文老师 谢谢 我们明天见喽 拜拜